男嘉宾小时 28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李 23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客户接待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 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我愿意 相亲认识的是吧 对 谈恋爱谈了多久 半年多 现在要分手是吧 对 我要分 我钱都已经给你们家了 你还来找我干嘛呀 不不不 怎么跟钱还有关系 我一说分手 他妈妈就拿着账单去我们家了 而且一笔一笔写得那么清楚 什么我跟他吃饭花了多少钱 看电影花了多少钱 最可惜的 他竟然写 给我买衣服花了一千多 你从始至终给我买过什么衣服呀 你不就给我买两件背心吗 你还可以买过什么呀 什么背心啊 第一次好吗 你说你提出分手 他妈妈拿账单去找你是吗 对啊 这个账单是个什么单 你能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在一起那个发销 谈恋爱期间的开销 是吧 那个赵单写的 吃饭 我们两个人吃饭的钱 看电影 我们两个人看电影的钱 都得我买的 他是说除以二 让你买 没有没有 就是都是你买 都是我买的 你跟他分手的理由是什么 这里边事情很多很多 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吧 我跟他出去去买东西嘛 去超市买东西 然后人家那个 少找他一毛钱 就守了那么多人 后边还排着那么多人的 就跟人家吵吵起来 你不觉得丢人啊 为了一毛钱 一毛钱也是钱 这是我原子 我都真的无语了 就算是那个会过日子什么的吧 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 可是后来 我们跟他谈了一段时间了 我说带你去见我朋友吧 然后我社友 一共六个人加我 然后我们去星巴克喝咖啡 我们坐了大概有十几分钟 他连点咖啡的意思都没有 已经没说让我请客 是吧 我没说让你请客 人都去了 你就不知道 自己随机应变点啊 后来还是我自己去点咖啡付的钱 回去之后 我好像直接没有理他 打电话问我 怎么不理他了 你自己不知道错了呀 我还为什么不理你了 我跟他们不熟悉 为什么要请他们吃咖啡呀 是吧 你没买两杯吗 你一杯他一杯 你们俩不是挺熟的吗 当时不是人挺多 我也不知道这么多人呢 那他买了你喝了吗 喝了 你们俩双方父母见过面吗 见过 按常理来说 都是男方先去女方家去看看嘛 他们家强烈要求我先去他们家 我们家也没有那么斤斤计较 然后就那我拿点东西去他们家了 后来他也拿点东西去我们家了 东西都差不多 所以这本来就是一件小事 后来我看他短信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母亲给他发信息 说那个你去超市看看 他给我们家拿东西值多少钱 然后回头咱们去他们家的时候 给他拿差不多的东西 别多花钱了 省到咱们家吃亏了 这怎么了 理上往来的事吗 就是这个家庭有这种家传的勤俭的美德 是吧 对 勤俭之家传统美德 对对对 姑娘我觉得这没什么呀 这都不算什么 就过日子 两家实实在在 我也觉得这点事我都忍了 这就没事了 然后后来他就 因为谈了有半年多了嘛 然后他说想早点定下来 他说自己年龄也大了什么的 可是我年纪又不是太大 我就不想那么早定下来 他就是为了让我赶紧同意嘛 然后说给我们家十万块钱聘礼 房子什么装修都他们家出 我就看他这么有诚意 那我就答应了嘛 可是装修房子的时候 一系列问题就出来了 你说房子都是那种特别破 还是二手的特别小的那种房子 我都不跟他计较了这些 不是你不能计较 有房子就不错了 那么小的房子 多小啊 也就七十多平 七十多平你还嫌小 你想住多大呀 七十多平就不是我们俩住 还有他妈妈 还有他们家人呢 是合住在一起是吧 对呀 你说这房子小也就算了是吧 你说装修 你总得装好点吧 你说以后我们俩过一辈子的地方 你说我们去买个地板 最起码都是周等的那种 去了就是 我们就要便宜的就行 最便宜的强植 一去围着那个那个装饰 转了那么一大圈 我以为他会给我买个 我喜欢的呢 最后这样一大圈 买了一个灰不垃圾的那种 还是特别便宜的 他就是无力许闹 你说现在谁还喜欢花色的 是吧 我无力许闹 我就是喜欢那种 有风格的那种 你有一架给我买 我喜欢的嘛 你说地板强植 这咱就不那么计较了 最后买大件 你都得买点有点面子的吧 我们去买那个冰箱 人家那个说 能制冷就行了 冰箱嘛 就是制冷的 是制冷的 可是你家里 有一件香药的东西吗 你就不能买点智能的 人家都不给他 叫做智能的 你就说 我就买 只要能制冷就可以了 智能的不一定好 姑娘 你说买个洗衣机 去了就说 我就要双缸的 双缸又省水 又省电 多好 弄得人家那服务员都无语了 人家问 现在还生产双缸洗衣机吗 后来呢 买着了吗 没有 你看不就是 不是也没买吗 你说买电视了 你买个好点的 就要29寸最小的那种 你说客厅没这么大 摆这么大干嘛 现在谁还看电视啊 你房子行 你电视再买那么小 以后还家里还能去人吗 现在谁还看电视 直接拿手机用WiFi 不就得了吗 那你干脆电视什么的 都别买了 冰箱什么的也不要了 就买两张床就得了呗 你是结婚过日子吗 你还 不是不是 以后省钱结婚吗 你自己还好意思 跟我提结婚呢 干拿聘礼的时候 人家去我们家了 去了就说 我们家装修 花了挺多钱的了 我们现在就只有 五万块钱了 你当时 你只有五万块 你当时答应我 给我十万干嘛呀 一时口快说说 一时口快呢 结婚这么大事 一时口快说说来的呀 我就讨厌别人 跟我撒谎 给了吗 后来五万块钱 可以吧 不是 他一说那就五万块钱 你爱要不要 还说那个我儿子 这么优秀 没有你这女朋友 我们还可以找得更好的 那你去找呀 不是 你不感觉这样 男人挺好的吗 起码比那些花天酒地 胡吃还喝 你说你抠点也就算了 你还那么能算计 这个拼礼给没给啊 没有 他一 没给 他妈妈就那样说话 等于拼礼没给 换来的是一张 谈恋爱期间的账单是吧 我一说分手嘛 他家就跟炸了锅似的 第二天就拿着 拿着那账单去我们家了 而且一条条鞋那么清楚 这个钱给了吗 给了 上面上面那些三块 我都给了 连一块一块 我都给你了 为的是什么 你吃饭我买单 你看店我买单 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买单 我就是不想给你有 任何关格了 你一会不要再去找我了 要不是因为你 我直接到家吃饭 你都现在去 你还来找我呢 好意思 我是真心爱你 你别跟我提感情 你要提感情 你妈妈就不会 拿着那去 而且我把钱 给了你们家 你妈妈就不会 到处造我的谣 说什么 我在外边不闲点 怎么能着 我又找了个对象 怎么着 我到底找了吗 不是 当时在七头上 有你们这么侮辱我的吗 性你也非要说分手 在七头上 我一说分手 你妈妈都那样闹了 你现在还来找我呢 好意思来找我呢 不是你别光想 那个 我不是还给你过生日吗 你还好意思 给我提过生日呢 过生日给我买了个蛋糕 小蛋糕 是光一个蛋糕吗 还有一朵玫瑰呢 一朵玫瑰 也挺好啊 这代表一心一夜 这个钱没要吧 要了 最后三块哪出来了呀 哥们 你是给她每一笔 花销都记账吗 她自己有一个小账本 一条一条 买什么东西 记得可清楚呢 这是什么时候 做的功课 是过完街 回家还要记账 对 你喜欢这姑娘吗 喜欢 你喜欢她什么呢 她实际上 一开始挺好 挺老实的 她不是一个爱钱的人 哦 你到底喜欢她 还是喜欢她不爱钱 都可以吧 拿账单去 是你的主意 还是你妈的主意 我妈去的 你知道吗 后来就知道了 一开始不知道 对 这小伙子做事 到底过不过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我看小事挺有意思的 当我们认同 她说 这个东西买得比较便宜 比较值的时候 她脸上会泛起一种微笑 一旦用了最便宜的钱 达到了我的这个目的 你就非常的欣喜 这一种偏自我的感觉 第二有一点 一个这么能够理财的人 怎么能够由十万变到五万呢 这个逻辑不符合 所以说呢 这就意味着 由十万到五万 这是一个计谋 我有一个问题问一下你 这是你第一任女朋友吗 不是 前几日的女朋友 相处的怎么样 都差不多嘛 分手都是因为什么分手的 也和这个差不多吗 差不多 你的好朋友多吗 不多 为什么 我也不清楚 你这个习惯 跟你妈妈是不是一样 我们家都是青年之家的人 所以在你的理念 这样做是对的 但是你有没有反思过 说花钱上的这种理念 有没有什么问题 也许是他们不理解我吧 好多特别会过日子的人 特别所谓的 我们说经济记药的人 一般都是性格偏内向的 感觉说 这个钱 如果在我手里边 觉得特别安全 如果实时的用钱 和这样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那么别人是无法走进 你的内心世界的 那么他为什么 都把钱要回来了 都想分手了 然后还想再追人家 我再猜想一个问题 前两次在分手的时候 钱也要回来了吗 没要回来吧 这次要回来了 对他形成一种安全感 觉得在他身上 他不断的妥协 不断的忍让 所以他得到更多 所以觉得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这个他可要 这个是为什么 他今天坚持要复合 和继续走下去的原因 这个安全 小石啊 你以前交过几个朋友 为什么都分手 你周围没有朋友 为什么 你怎么不承认经验 你怎么不总结 总结自己的 为人处事 勤俭持家 是好事 可是小石啊 你过了 你想一想 你原来答应给人十万 你现在给五万 五万你可能都不愿意给 特别是人家女方 跟你提出分手 你们全家到人家来算账 你这个什么行为啊 你还老有理 这不勤俭持家吗 这不节约过日子吗 以后他要到你们家 你能把他脖子系起来 女孩子 你好好考虑考虑 这样的家庭 能不能入在他们家 考虑考虑吧 对自己 琴显节约 那叫是传统美德 但是对爱人斤斤计较 那是冷酷无情 面上貌似你扣的是钱 实际呢 你吝啬的是自己 对他的感情 你们所有之间的往来 有没有谈过你如何爱他 你为他做了什么 没有 全都是钱 我看小片的最后 居然落在 如果你跟我分手 我不是白付出了吗 多伤人心 所以随之来的就是 拿了一个账本 就连送给他的代表 感情的无价的 那一朵玫瑰花 仅仅价值三块钱 你说你对他所有的付出 还有意义吗 貌似你是在省钱 其实呢 你是在极度地表现出 自己的自私 你在勤俭之家 在号称自己 是一种美德的同时 你有在乎过对方的感受 有爱吗 没有 没有爱 这还是第一层级 第二层级 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 你背后有一个妈妈 有一个同样 勤俭之家的妈妈 她在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要分手 拿账单 如果彩礼 还要对外的说 你如何的不配 那个女朋友 选择的如何的不好 当她的种种表现 做出来之后 你在做什么 你就是一个傀儡 你在帮着你的妈妈 去伤害你的爱人 你心中到底 对这个女孩 有没有爱 如果有 我觉得 再勤俭之家的人 对于自己的爱人 一定是慷慨的 我问一下男生 良心多少钱 可以计算吗 不可以吧 那一个人的诚意 怎么计算 别人送你多少礼 你就一分不少的退还过去 这有人味吗 而女方让我最诧异的是 你说她算计就算了 她给你标了一个价格 十万是吧 后来又给你弄到五万 这本来就是一种羞辱 你居然还要 自取其辱地 跟她去讲价 说 你开始说好了十万 怎么能现在给五万 别人已经羞辱你了 你自己还要加上一耳光 她是那一类人 你自己还要把自己 归到那一类人当中去 我们说吃不穷喝不穷 算计不到才较穷 可见其实生活真的是要算计的 方方面面都需要成本 所以生活是要计算的 但是在我看来 这种所谓的算计 有三个方面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第一个方面是 有些算计 需要精确到分 是什么呢 工作 比如说会计 那就一分一厘都要算清楚 但是有些事情就没有必要算得太清楚了 因为算得太清楚了 真的就没人味了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送礼 如果说你给我送多少礼 我也分毫不差地回送给你 那我想请问送礼有什么意义呢 那就是摆样子了 那就是交换了 所以看来有些东西是要计算得很精确的 有些东西大可不必 第二 算计自己 那叫不吃亏 算计别人 那叫占便宜 生活当中有一种人就是算计自己 就是我不占你便宜呢 你也别想占我便宜 这种人顶多可以说是比较无情 但是他不卑鄙 老想着算计别人 而不算计自己的人 这一辈子一定是吃亏的 到头来 是自己算计了自己 第三 总有一样东西是绝对不可算计的 他没法算计 那就是情感 我刚才问你良心多少钱一斤 情感多少钱一斤 喜欢去算计情感的人 最卑鄙的一点就是 他要看到回报 我才肯付出 甚至在我付出的时候 我还要计较 是谁先付出 这完全违背了情感的基本道理 有谁可以说在情感当中 是先看到了 有回报 我才去投资 又有谁会在情感的过程当中 会说我们俩同时开始 我喊三二一 我们就开始付出给对方 那还有劲吗 所以看到你们今天在这谈 所谓的成本的时候 我在想 如果将来有某一天 你们或者你们的家人 躺在病床上 或在做手术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在外面 算计手术费的钱 一个说保守治疗吧 一个说现在就开始做手术吧 行 算一下大概多少钱 咱们AA制 那你想想看 此行此行 还是人吗 所以说生活很现实 它确实需要计算 但情感真的不能计算 那是人最后的一点真诚 你们好此为止吧 面子不值钱 在日子里面子是最不值钱的 日子是过给自己的 面子是留给别人的 别为了面子 把自己的日子丢了 当然了 你到底爱他吗 自己掂量掂量 想清楚 生活里又比你还抠的 过得比你真的好 知道为什么吗 他用情啊 好了 接下来时间 留给他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这么长时间 我是真心爱你的 刚才听了老师的话 如果你嫌弃的话 我可以稍微改一点 可是你家这么步步紧逼的 我也不知道 我还能不能再接受你 我对你是真心的 别光想着那些烦恼的 想点快乐的 可以吗 让我再考虑一下吧 亮灯吧 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啊 为什么有些男生用一个狗尾巴草 编了一个戒指戴在女生的这个手指头上 女生从来没觉得他抠 觉得是浪漫 他没见过戒指吧 那女人傻呀 没见过戒指 所以你看你把所有东西都以物价来衡量的时候 就出问题了 接下来我们会提供三种帮助的方式 到底是你要那个帮助权呢 还是你要那个帮助权 来你告诉我 我要 我们给你提供的三种帮助方式是 A 求助现场的观众 B 倾听第三方的声音 C 求助爱情导师 你的选择是 C 爱情导师 图老师来 我再说两点 第一 一个人会随着时间的改变 而有所改变 但一个人的品性 你想他有太大的改变 不太可能 第二 刚才赵川说的那个话说 你为什么有些男生 拿个狗尾巴草带在女生手上 为什么有些女生会认为那是浪漫 但其实也不是所有女生都认为那是浪漫 也有不懂浪漫的女生 说她就是扣门 你属于哪一种 你自己掂量着看 好吧 来两位请交换箱子 来两位请回吧 请关门 这样一对你也谈不上扼万婉 你觉得现实生活里还真有啊 所以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一对自己是怎么选的 5 4 3 2 1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